大家好,我是Steven,今天來到茶餐廳系列的延續篇 今天是一個星期六的午餐,時間是三點半左右 接下來我會發掘更多地道的餐廳和大家試試 如果大家是第一次看我的頻道,也可以支持我 按個訂閱和按個讚,最重要是把我的影片分享給朋友 讓大家知道香港今時今刻還有什麼美麗的食物 今天來到泡台山的一間半島冰食的餐廳 出名之處是全港最好吃的一間茶餐廳 今晚今天路過這一區,看到龍不是那麼多人 所以特意過來看看,試一試是否真的那麼好吃 真實試一試的情況是怎樣 這間半島冰生已經開了一段時間 它又位於北角泡台山雲安道 如果大家有駕駛的朋友,就在外面就是一個顯殼的油站 專門過來就是的 今天排隊的情況,我覺得都上環可以 因為賈賈地今天都是星期六的茶餐廳高峰期的時段 我們剛才在龍外面,遠處已經看到長長的龍 大概等了15分鐘左右就可以順利入閘了 今天這條龍都算是動得快的 最緊要是動得快的,長不緊要,最緊要是動 它今天都OK的 排隊的時候已經是要馬上看到菜餐廳 因為它們在外面就已經要剩下單了 所以只要下單了 這間餐廳都有很多手盤的食物,都很多人稱讚它 譬如蔥油叉燒蛋飯 有一個豬扒芝士菠蘿包 還有他們的茶餐 我首先看到外面,即是馬上看菜餐廳 那它的茶餐都算是值得玩 還有很多款式 不過我先提一提大家 這間餐廳是開到六點而已 大家就聰明了,它是沒有晚市的 你說多厲害,茶餐廳只需要做早餐和午市就完成了 今天我就專注在下午茶那邊 因為我現在這個時間都下午茶時段 它由ABCD,EFJ,IJK,LM,N 這間餐廳都算便宜 30多元至40元左右 譬如一個吉列咖哩豬扒飯都是42元 已經是包一個熱飲品 另外還有一些公司三文治都是43元 雙拼出錢一丁,雙拼出錢一丁 平時出錢一丁是外面要價錢 它不用,整個套套都是出錢的 所以價錢來說算不錯 還有一些暖男餐、女神、商務頭等餐 其實都是ABC餐 茶餐廳的精緻就是萬變不離其中 將所有的食材好好的運用 撤合成無數的餐廳就是茶餐廳 其實它的材料大致上都差不多 茶餐廳有些焗飯、焗意粉、出錢一丁 西多士、雞翼、雞腿、奶油多、紅豆冰 因為我都不想阻礙別人太久了 我們馬上坐下來開始介紹了 首先我們來了一份 就是這個蔥油麥汁叉燒煎蛋飯 不要忘記這個是茶餐 我這份本身是45元 我加了一個凍奶茶 加了3元 所以整份的這份是48元 其實也挺帥的 確實是 大家聽到這個環境也不用我講 其實也挺逼的 因為後面已經是廚房的出菜 比較密集一些 主要就是它的蔥油很多 蛋就小小的 還有叉燒的份量也挺多 然後還有一個凍奶茶 它也挺大杯的凍奶茶 試試凍奶茶 它的茶香味都可以 因為凍奶茶通常都比較弱 不過我叫它小冰小甜 它的甜度還是挺多 另外一個品牌 我叫了一杯熱奶茶 我們不如試一下這個熱奶茶 看看是怎樣的味道 看看會不會好一點 熱奶茶明顯是 完成過凍奶茶 這個熱奶茶的茶香味不錯 而且它不是很濃 雖然它的顏色不是太深 但也可以 剛才那杯奶茶 它應該是忘記了酒甜 後來它就幫我換杯 那我先試一下好不好 明顯是好一點 它換過就算是OK的 好了 我們說回這個叉燒蛋飯 你看這些蔥油很多 贏就贏這些 好像吃薑蓉 你雞就要點薑、蔥、蔥油 有五塊叉燒 不過叉燒 大家都看到它比較瘦 不過是挺厚切 但它就瘦一點 但我相信它的味道應該OK 而且這個蛋一定要混合 吃才好吃 看看 試一下 這個混合 它的蛋 因為它的蛋小 蛋黃就少一點 蛋漿就少一點 如果蛋大一點就好一點 一混合吃一定會很香 這個蔥油再加這個蛋吃 再加叉燒 其實這個方法都沒什麼輸 只不過看看它的材料是否漂亮 蛋黃、蔥油飯 我覺得最主要是它的蔥油是很漂亮 它混合得很漂亮 而且它的蔥油很大顆 這個叉燒 我和大家試一下 它這個叉燒 都挺實的 其實刺進去的時候都很實實的 這個叉燒 有一點點影響了 如果它是半肥瘦 我可以想像到有多邪惡 這個飯 我相信今天大不知處是這個叉燒 因為它的叉燒 很乾 你看看 它是比較乾 它是比較乾 它是透過蛋漿 它有一點醬料 我覺得它好 就是它的蛋漿 它有一點醬料 用蔥油去調味 比較添加燒醬汁、醬油 因為我今天做叉燒 很一般 看看這些叉燒的位置 有筋 很實 有些部位 就是咬不到進去 這些是頭頭尾尾的位置 很硬的位置 我找一些吃到 就是某些位置可以吃到 沒有辦法 只是吃蔥油蛋拌飯 第二樣 我們點了另一個茶餐飾 就是這份 35元 因為不需要加錢 我們點了另一個 因為剛才我們就是點了 熱奶茶 所以35元就是35元 35元就是芝士 煎蛋豬扒包 或者芝士煎蛋 首先我留意到 它這個包是幾厘 因為拿上手 它的包是外脆內軟的 脆薄薄的 它的外層是挺軟的 包不是很普通的 例如膠鱗的包 它這隻是挺漂亮的 而且整個包都烘過 底面都烘過了 很鬆軟 中間有一隻煎蛋 一隻豬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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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到我橫線都挺漂亮的 芝士都溶掉了 我先試一下這個 首先說這個包 我覺得是很鬆軟 很好吃的 還有一點都不乾 不會是白夜包 另外 豬扒 我覺得它是鮮料很好 豬扒 你會看到它是比較薄的 這個比較薄 而且炸得不會很乾 很柴 也算是比較軟的豬扒 再加上它的芝士是溶 蛋漿 這個也沒有什麼破綻 如果你說38元 這個這麼漂亮的芝士豬扒包 再加上奶茶 我覺得這份就比較快 因為大家都看到 我身後面 特別是後面的廚房 都非常繁忙 而且外面也有些朋友在等位 我也不想坐太久 在這裡阻礙人 兩款比較 一定是芝士豬扒 蛋包是好吃的很多 這個叉燒是挺身旺的 而且感覺好像有點分離 只吃蔥油蛋飯 反而好吃一點 好吃過有叉燒粉 所以叉燒的確是挺失望的 不過公平一點說一句 理平一點說 這間茶餐廳始終價錢比較便宜 這份飲料是48元連夜飲 另外那個豬扒包 就30多元連夜飲 我都覺得算是合理 還有可能我自己就沒有叫其他招牌菜 例如對面叫一些豬扒 不是叫一些雞扒飯 雞腿飯 都挺帥 還有一個多士 薯條 其實都挺帥的 所以我相信這間餐廳的實力 就不止如此 可能我今天這個 或者他們餐廳來貨的叉燒 可能今天是差一點 掉了一點 也不奇怪 最後 值不值得排隊 很多時候都是朋友 都會這樣想 我覺得這間餐廳 15分鐘之內 我覺得可以試 如果你說要半個小時 就要去想想 今次大致上就是這麼多 我相信很多附近炮台 三個北角的朋友 這間餐廳都試過了 如果你試過的話 在下面不妨留言 又覺得你們怎麼看 今天跟大家講到這裡 新觀眾都可以訂閱一下 還有給個讚 我支持一下 記得發覺多些不同的 香港地道的餐廳 跟大家介紹 今天講到這裡 我們下一條片再見 就這樣 拜拜 私宁消散 明星期待 永遠 彼此 就這樣 祝福